景星路沿線電線桿林立 影響用路人行走 也影響市容景觀 在施工人員的鑽地 鬆動地板後 連根拔起電桿 還給民眾乾淨的天際線 這幾年在立委賴士堡 與議員陳景祥的爭取下 已在文山區街道 拆除不少電桿 近期也將拆除景星路沿路 共20幾支電桿 很感謝亞太電 這個完全的配合 我們從這一邊的電線桿 要一路的拔到木柵路 總共有20支之多 20支的一個電線桿 全部拔掉 那各位都知道 這個其實要拔這個電線桿 它工程非常的浩大 需要經費 按照台電的相關的規定 把電線桿 像這個在室內的 在巷子內的 這個一半的錢是台電 一半的錢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呢 我們在台北市議會這裡啊 就有陳景祥以前的議長 幫非常多的忙 這個現在市議員啊 這個陳景祥議長 他幫非常多的忙 讓這個預算啊 這個無余 所以現在整個台北市的每一年 拆電線桿的預算 大概有高達兩億之多 裡面文山區就用了七成多 所以幾乎都是文山區在用的 那這個就要真的要感謝我們的陳景祥議長 在議長期間啊非常幫忙 讓我們的文山的建設能夠更加的 讓我們的市容更加的漂亮 文山區就是有一個特色啊 我們的電線桿特別多 我在任內 任內啊已經拆了一千多次的電線桿 現在還在拆 他的積極度 讓我上任半年喔 就幫我們拔掉電線桿 我真的太感謝了 那個用路人的安全 真的還有種種的幫助 就是讓我們景行李 就是四龍更好 然後行人也更方便 那非常感謝 電線桿凌厲在人行道上 用路人必須繞道而行 陳景祥議員服務處主任 更是受害者 曾經走在路上 就撞到電線桿 讓他記憶有心 奈斯堡奈維 他一直以來 不只在中央 為著中央的政策 或是立法院的各項法案 他強力的監督之外 對地方的各項基層的服務 他也非常的用心 他的服務團隊 可以說是全心全力 全民在為我們地方來做服務 這一點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奈委員這樣的用心 事實上台北市議會 他每年的編列的預算 完全是在配合我們委員 在地方上的服務 尤其今天能夠在我們景行李 把所有的電線桿的遺族 設是一項非常大的一件攻擊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好的優質 立法委員第一名的就是我們奈斯堡 所以我們地方對他的各項服務 對各項的工作 我們會完全的支持 完全的來支持他 讓他有機會 能夠在為我們文山地區的朋友 我們去做更好的服務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奈委員 當然那陳千惠也不能遺漏掉 其實他擔任這個里長時間不是很長 但是他是24小時全心全力來服務 我們景行李的里面 我真的不好意思告訴各位 我曾經撞過電線桿 走路的時候不小心就碰到電線桿 所以這個電線桿的遺族 不只改善四龍的這個觀瞻 這個遺龍 四龍 同時也讓我們的行人 能夠有獲得更一層的保障 我們統計過還有幾百隻要裁的 所以事實上這幾年 我剛剛說過已經裁了一千隻 還在繼續裁 那因為這個文山區跟大安區不太一樣 大安區是新的社區 幾乎沒有電線桿 文山區是老舊社區 所以電線桿非常多 電線就非常多 這個一拆掉以後就變漂亮很多 有機會能夠看你現在萬壽橋那裡 整排也都是我們拆的 大概三十幾隻的電線桿 拆下來整個變得非常漂亮 所以讓這個文山區更漂亮 讓文山區更安全 然後我們的里長 陳千惠里長跟我們的志工 我們一起加油 用路人其實還有推輪椅 現在高齡化嘛 推輪椅的人他非常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 那這樣子推不過去 那我們非常感謝賴士保立委給我們的幫助 讓我們里內這種問題一一的減少 讓我們的鄉親就是更加的方便 市府與台電雖陸續將電纜地下化 文山區仍有許多電桿在人行道帶拔 為了還給民眾通暢的行走空間與整節適用景觀 把電桿仍會持續進行 記者問句佩服對話 顏色不跟落 北斌 北表 北 admitted